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是不用心看 还真是看不出来 一名胡子脏乱的老者正窝在店铺角落的地方敲打着什么 木屋记走进来的时候 他抬了一下头 咧嘴笑了笑 露出了满口的黑牙 木屋记抬头看了一下四周 一些看不出来是灵气还是法气的东西凌乱地挂在墙壁上 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得并不清楚 除此之外 一个有着许多破洞的橱柜里 正摆放了几个旧了的瓷瓶子 也不知道里头是丹药还是什么东西 更离谱的是 在这橱柜的最底层 还有几十株干了的灵草 灵草上面沾满了灰尘 这种灵草的保存方式显然是在遭见东西 莫无忌揉了揉额头 他怀疑那个伙计是黑了心 收了他六枚地缘弹 竟然带他到这种地方来 还说什么齐老师的点 东西最火真价实 老哲又黑黑说道 随便看 有什么正义的东西 我给你优惠价格 莫无忌恒时无语 他退了一步 就在他想离开这个店铺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 他的目光又落在了破洞橱柜最底层的一堆干灵草上 夹杂在其中的一节油若棍子般的干草 直接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东西非常熟悉 那怕是干了 灵草上的气息他也非常的熟 很快莫无忌就想起来了 这是玉蝉子藕的根茎 他的身上就有许多这种根茎 玉蝉子藕 这可是七品灵草 而且还是稀少的七品灵草 莫无忌知道 他之所以能够开辟出九十九条脉络 固然使他的开脉药液起了作用 但若是没有玉蝉子藕丝 仅仅用宝血藕的藕丝 他能不能一次开辟九十九条脉络 那还不确定呢 墨学的陆地灵草记载 玉蝉子藕是最佳的灵络开拓和修复灵药 这是所有修士都渴求的一种宝物 而在这儿 被老者和丢垃圾一样扔在了这柜子的最下层 莫无忌强忍住了用神念查看的念头 如果那真的是玉蝉子藕根静 那这个齐老师可绝对不是真的老实人 万一觉察到他有神念 那可就糟了 他收回了退走的脚步 目光再次在四周查看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这才故作犹豫地说 谢掌柜 我想要去失落天须 因为实力底下 想购买一些东西 增加活命的机会 可是你这儿 我是真没看见什么好东西 齐老师扶住自己的膝盖 似乎有些艰难地站了起来 他对莫无忌又是咧嘴嘿嘿一笑 随手从破洞处里抽出了一个抽屉 抽屉一抽出来 到处都是灰尘弥漫 齐老师丝毫不决 抬手从抽屉里抓出了一瓶丹药 这是最厉害的解毒丹药 失落天须中到处是毒 只有我的解毒丹药才能解开 价格26万地品零食 莫无忌倒吸一口凉气 他身上的解毒丹药多的是 花26万地品零食去购买解毒丹 他又没疯 齐老师说完 又抽出了另外一个抽屉 随手抽出了一张破纸 这是我这里最厉害的群机俘虏 就算再厉害的对手 这俘虏也能锁定他 干掉他 这个价格更便宜 只要31万地品零食 31万比26万更便宜 看见齐老师还要打开下一个抽屉 莫无忌连忙止住说 齐掌柜 解毒丹药无有了 俘虏我用起来也不大习惯 我就想看看 你这里有没有失落天虏的地图 或者是失落天虏中一些珍贵灵物出产的大致方位 这个 我当然有 你等等啊 齐老师不停地从破橱柜的抽屉里一个个抽出来查看 若非齐老师将这些抽屉一个个抽出来 莫无忌还真不知道这破烂的橱柜里头有这么多的抽屉 一直抽了七八个抽屉 齐老师才在灰尘中抓出了一张皮质地图和一本薄薄的册子 这是失落天虏最厉害的地图 我肯定没有任何失落天虏的地图比这个还要完整 而这手册里记载着失落天虏各种各样的宝物出产位置 价格也便宜 只要 齐老师每样东西都是最厉害的 莫无忌早就免疫了 他不等齐老师把话说完直接截断了他 这掌柜 我能不能随便翻一翻 莫无忌说着 指了指那本薄薄的册子 他想看看册子里有没有天落花 对他来说 去失落天虏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天落花 齐老师嘿嘿一笑 翻一下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前面的东西你必须得买一样 买一样才能翻一下 莫无忌顿时无语 这家伙哪里是老实 简直是奸诈的厉害 但他实在是想看看那册子里有没有天落花 只好说道 西长官 我身上虽然还有些零食 但这些零食都是要用来修炼的 那个 我能不能只购买一枚你的解毒单呢 刚才齐老师报价的东西似乎只有解毒单才是最便宜的 齐老师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 这才冷着脸说 既然如此 那你就买没解毒单吧 我可以让你翻一下册子 看在你穷的份上 解毒单的价格我也给你优惠点 只要三万地品零食 翻脸比翻书还快 莫无忌的心里暗骂着老东西 一瓶解毒单一般是十二枚 这家伙报价二十六万 现在一枚就要他三万地品零食 虽然他购买解毒单的主要目的不是解毒单 而是那本册子 但他还是觉得心中不爽 若非在这里看见了一株欲缠子偶的根茎 他觉得齐老师的东西可能真的是好东西 他必然是早就离去了 好吧 就三万地品零食 而且筹号我要说在前头 我不是真的翻一下 至少要让我简单的每张纸都看看 莫无忌领教了齐老师的奸诈 提前开了口 这种语言陷阱他可见得多了 齐老师压抑地看了眼莫无忌 这小子厉害呀 自己的陷阱他居然听出来了 不温馨啊 最多给你翻三下 莫无忌心道果然 若非提出了这个陷阱 他怕是又要白吃贵了 既然如此 那就是生意没得做了 我去别家看好了 莫无忌说完 转身就走 他甚至有些怀疑 那根玉蝉子偶的根茎 是不是这个家伙 专门留下来的一个陷阱 还有这屋子 到处都是灰尘满地 是不是这家伙故弄玄虚 弄得和隐士告人一样 通过这种手段 来吸引董行的人 可那也不像啊 若不是他得到了玉蝉子偶 他根本就看不出 那是玉蝉子偶的根茎 好不好吧 让你翻五下 如果还不同意 那就请便了 齐老师叫住了莫无忌 也许这家伙真的是高人 有些前辈大能 就喜欢这一套 怀着侥幸的心理 莫无忌有些不甘地 取出了零食卡来 先附了三万地品零食 购买回了一枚 黑不溜秋的丹药 连瓶子都没有一个 好在莫无忌不在意 随手就将解毒丹药 丢进了储物袋里 然后迫不及待地 就伸手抓那本册子 记住了啊 无下 但你不能停顿片刻 齐老师叮嘱了莫无忌一声 然后双眼就盯着莫无忌的手 生怕莫无忌不听他的 多翻上一次 莫无忌看了一眼这个册子 最多不过六七页 翻看五下 等于将其中大部分东西都给看了 第一页第二页他不看 他要找的天罗花 肯定不是普通的东西 不是普通的东西 那就不会在前面 莫无忌直接翻开了第三页 风云竹 紫糖果 明魂精 各种奇形怪状的宝物 写满了两页 这些宝物 很多莫无忌连听都没有听过 但只要是写上来的 无一例外都详细标注了其 在失落天虚的大致方位 事实上 莫无忌要的就是类似的东西 这让莫无忌信心大增 他愈发相信这老头就是板猪吃虎 翻开第四页第五页 莫无忌依然没看到天罗花 第六页被莫无忌打盖 如果这一页和下一页 他还是看不到天罗花的话 那他要不要这本册子 可就得打个问号了 因为不用问 他也知道 齐老师这里的东西肯定不便宜 但是在第六页翻开的瞬间 莫无忌看见了天罗花 若非他经历的事情太多 他怕是真的忍不住要激动起来 连重生 开辟脉络 知道无量续红花这些更加惊喜的事情 他都一一经历过 这么点小小的激动 他还是能够把握得住的 一旦激动 哪怕是细微的波动 已能让对面这个奸诈的齐老师知道 只要齐老师知道了他的目的 肯定要抬高价格 就算是不抬高价格 他也不想让齐老师知道他想要什么东西 无论齐老师是不是半猪之虎 他要零食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厉害 可惜天楼花标注的位置太过复杂 他的手又不能停在这一页上 加上他不想在齐老师面前动用神念 也只能是匆匆的扫眼而已 带着一种别人几乎看不出来的失望情绪 莫无忌翻开了第七页 莫无忌肯定别人看不出他的失望 齐老师肯定能够看得出来 第七页刚刚翻开 之前带莫无忌来到齐老师店铺的伙计 就再次急匆匆跑了过来 他站在齐老师的店铺门口 看见莫无忌还没走 急忙对莫无忌做了个略显交集的颜色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